小朋友带着小爱爸爸 基隆市长谢国良到洗手台一起用肥皂洗手现场示范 施 戳 冲 捧 插 五个正确的洗手方式给市长看 不管是全国或是基隆市从四月份开始 肠病毒进入流行期 疫情也有升温的趋势 在卫生局长张贤正等人陪同下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地到仁爱国小副社幼儿园 和小朋友们一起跳洗手舞 并且一起直接洗手加强宣导 提醒小朋友 特别是家长和大人们 务必要确实用肥皂勤洗手预防肠病毒 跟孩子们大家一起来示范勤洗手的方式 因为我们最近肠病毒的疑似案例有攀升的情况 所以作为孩子的爸爸我们也都还蛮担心这样的情形 那这个洗手舞步骤 其实我觉得孩子今天都做得非常好 也非常的感动 但是就是说真的现在如果只靠酒精 其实不够能够预防肠病毒 所以勤洗手还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做的都很刁痛 反而我觉得大人在这方面可能还不如小朋友 所以我们今天都有请小朋友们回去鼓励他们家的大人 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洗手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 用肥皂勤洗手才能有效预防肠病毒 因为喷洒酒精或是干洗手是无法杀死肠病毒的 因为疫情前面几年我们已经很习惯新冠病毒用干洗手可以有不错的效果 所以我们都以为用干洗手就可以杀掉大部分的细菌跟病毒 可是疫情解封之后我们跟大家接触更多 肠病毒的疫情就又再起来了 全国是那基隆也慢慢也是 那但是肠病毒不像那个新冠病毒 它会被酒精破坏掉 肠病毒不会 那一定要用含有肥皂成分的肥皂或其他的洗手乳来洗手 这样才能够把肠病毒杀死 然后才不会造成肠病毒的重症 市长谢国良也和小朋友玩起有讲真打的游戏 帮助其他小朋友 熟悉必须要洗手的五个时机 包括吃东西前 接触小宝宝前 看病前后 上厕所后 以及醒鼻涕后 市长和卫生局长更希望小朋友发挥影响力 回家教导 并且提醒大人们也要正确洗手 共同防范肠病毒 特别是重症的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